生活当中真的很多朋友在讨论这类的话题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有这类心情故事的朋友们 都可以上网可能写一下自己的心得 也算是一种发泄 那我谈一下说 比方说你在录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 是不是脑海里面有一些情境啊 或者是一些感觉 其实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真的在录音室里面落泪了 可是其实这个很多人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我有相同的经验 但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刚好不是自己的故事 所以特别的需要把自己的心情 是放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所以那时候唱的是特别的深刻 那么听完了郭静音说了很多 这个唱歌的心情跟心得之后 一开始当然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你的MV咯 好 好 请欣赏 好 再次欢迎我们的娱乐大爱宾 我们来欢迎的是郭静 哈喽佩颖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静 好 刚刚我们听完的就是你的新歌 离开 好 要不要跟网友们还有跟朋友讲一下 说大概离开是描述什么样的故事 好 离开其实就是 可能在你离开一段爱情也好 或者是你对以往的亲情 然后一种怀念 一种回忆 会一直在你心里闪闪发光的感觉 嗯 它不一定是 都是不好的 也许是有好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哎 你好像没有记忆了 可是你会因为某一件某一件物品 嗯 或是你可能经过某一个风景 然后突然让你回忆起以往的那个经历 独屋私人的感觉 嗯 嗯 在回忆那段爱情 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 今年的年纪 坦白说 应该我们都差不多 可是你唱起情歌来就特别的 有让人有感觉 然后会让人很打动人心 到底 你是什么样来发挥这样唱情歌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 有在故事吗 还是自己的 其实都有 嗯 因为自己多少也有经历一些爱情 爱情的经历 然后因为我唱的歌其实也有一些是有关于友情的 嗯 所以这个来说 因为我现在就是真的是以身边的好朋友为 呃 经验吗 就是好朋友跟家人对我 现阶段的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没有爱情嘛 嗯 所以他们都对我来说 就是会让我就是很快速的可以进入歌曲里面的状况 嗯 但爱情的话 如果不是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需要 就是当演员那种感觉 就是 嗯 假装自己是里面的主角 嗯 好 提到了当演员 那你有没有希望说 以后自己也许在演艺圈的这个发展 嗯 可能很多元化 人家现在很多的歌手 都是唱而悠则而演之类 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其实陌陌的有尝试一些演戏的经验 不管是一些公益短片啊 其实自己的MV也都是在演戏 对 对 然后之前也有客串过电影爱到底里面的一个小角色 嗯 然后也有这个 本来要拍一部偶像剧 然后真的有去 是一部关于跆拳道的偶像剧 然后我真的有去学跆拳道 嗯 也有上表演课 因为第一次演戏嘛 嗯 然后演了一天 嗯 可是因为就是跟我之前的专辑宣传有打到 所以就不得不放弃演出 哇 好热血啊 去学跆拳道 对 真的是 一个很棒的经验啊 嗯 那有没有想说 以后可能假设真的有这样的经验 嗯 以后不冲突的时候 嗯 有没有想说要演什么样的角色啦 嗯 然后或者是说想要跟什么样的演员来做配合 其实我觉得我会希望 因为毕竟演戏的经验 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会希望以 可能很像自己的个性为主的 嗯 然后尽量亲密戏 我们不要太多的这样子的戏剧 为什么 我朝这边发展 因为我会很 就是会害 害羞 也不是害羞 或者是觉得会尴尬 尴尬 因为毕竟对方他不一定 就是他不是你真正的 可能真的 很亲密的人 对对对对对相 所以 我就会比较担心这 因为我连拍自己的MV 我都很担心这一块 就像跟佑胜对戏的时候 有会有 对 有会这样吗 有耶 而且其实 就是这次有加那个 清脸颊的戏 对啊 因为以往我拍MV的时候 顶多就是牵手抱抱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呢 你知道 呃 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是因为说 我们拍那个亲密戏头 亲密戏呢 是已经拍摄第21个小时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眼睛 几乎都是脱窗的 然后结果已经你知道 模糊到已经看不清对方了 就希望说可以赶快把这个 亲密戏赶快结束 所以你赶快回家睡觉 所以没有 没有你知道跟 就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 偶像对戏的感觉 就是 没有啊 而且真的其实蛮多 蛮多朋友羡慕我 为什么你可以跟佑胜一起演戏 嗯 我说嗯 你导演安排的啊 然后说要审慶不是你要求的吗 不是我要求的 是导演安排的这样 哇 所以说其实 不过记得你亲密戏 是有一点点害羞 我真的还蛮害怕的耶 尤其是就是要在大众面前 你知道演戏器 我真的会 除非清场 哦 会除非清场 除非清场 好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你是这个 以前是存爱女生嘛 嗯 慢慢慢慢的出了好几张的专辑 然后慢慢的转变成 存爱天后 其实情歌既有一定的地位 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情歌疗伤 之类的 你有没有慢慢慢慢想要 带给大家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是 你希望呈现什么样的 有 其实像这次第五张新的专辑啊 一开始的主打歌就是 跟以往我可能只唱一些 轻轻碰触到感情的部分 比较不一样 这次比较浓烈了 对 然后专辑里面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 像是有爵士 有轻电音 然后也有那种 六七零年代的那种恰恰 复古舞曲 嗯 然后在专辑的 像就是 复古舞曲这首歌当中 MV当中 我也尝试跳舞这件事情 哇 嗯 所以其实这张是比较 更多元化一点点 嗯 要不要跟大家接下来跳什么舞 好不好学 你觉得 你有没有 还 月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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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我其实比较 比较不了解一点是说 为什么年纪越大 然后反而越要朝那个唱跳歌手配进 对但我知道这是一个 希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郭靖 而且大家会有个既定的观念是说 郭靖你既然会跳啦啦队的话 那你应该也很会跳舞 嗯 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去跟这个台大热舞社的同学们 一起就是舞蹈练习 然后 有学一些就是恰恰的舞步 但是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所以就是稍微一些基本的舞步 那很多都是手脚比较跳跃式的 然后也是比较动作繁复 就是很忙啦 嗯 对在MV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忙的动作 现在你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了 那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偶像呢 或喜欢歌曲的类型 有啊 其实像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偶像 应该是RAM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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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看他表演有一种很棒的舞台魅力 嗯 而且他也真正就是又会唱又会跳 哦 对然后唱起那个抒情歌也是特别的深情 哇 嗯 哈哈哈 我们就留在MV 其实我签唱会的时候已经跳过了 是 对你可以去上网找一下那个影片 或者是之后的时候来到现场看一跳 对 感觉更好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都要通过网络我们要看现场的 对对 这边位置太小了 我会在地上你要转圈圈这样 有机会都可以表演 就是哇这个很特别 你喜欢RAM 真的啊 哇就是又唱又跳这样子 嗯 所以我希望说以后也许多多给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过境这样子 我尽量 哈哈哈 这次的专辑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啦 嗯 那你觉得呢最喜欢专辑里面的哪一首 最喜欢哦 嗯 其实你知道这也是官方说法 就是说十首歌都真的很喜欢 可是因为很特别是说这次专辑也放了一首自己的作品在里面 嗯 然后是我跟我的好姐妹一起就是合作 我是写词 然后我的好姐妹亚军是普曲叫做静殿这首歌 静殿 嗯 你要不要描述一下你写词欸 对我写词 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就是有收录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专辑里面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写就是好姐妹之间 因为我的那个投射对象就是把我扑去的这位好姐妹亚军 嗯 她现在人是在北京工作 嗯 所以其实是就是距离是有点遥远的 嗯 然后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当下可能有一些心事想要互相倾诉的时候 不管是好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难过的事 就会马上与她分享 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可以联系的 比如说APP啊或者是Talk Fox 毕竟隔海 对对对 所以就是会想要及时的与她分享 那平常都跟姐妹套做些什么事情呢 嗯 有空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相约出来 大家可能吃个饭或看个电影这样 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见到面的话 可能就是像脸书啊那些比较容易知道彼此的动态近况这样 嗯 所以说亚军是你找很久的朋友了 对 哇 所以静电这首歌曲就在讲就是所谓的姐妹套的这个 对 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 像刚刚也有网友问啦 大家对你跳舞都很有兴趣 下一张专辑你会尝试再跳舞吗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唱完了之后 然后公司才想说 欸既然这么轻快的话 那我们来搭配一个舞蹈好了 嗯 所以才临时可能想说去学一套舞 嗯 而且假如说以后再办演唱会的话 也许有更生动的演出 对啊 也可以表演啦啦队给大家看 对 啦啦队 其实现在你还是OK的 对不对 基本的一些那个技巧是可以的 那真的很难欸 就是站上去有什么 那个时候一开始你开始出道的时候 大家都对这个很好奇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有机会出演唱会也可以看到这种表演 好 哇那好又有网友说了 那什么时候要办演唱会呢 很多人都很期待 有这种技巧吗 嗯 其实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目前有啦 有事公司也是觉得说可以 好像可以 因为出道第五章 对啊 所以应该是可以办演唱会的时候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决定日期啊 还有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都会跟大家说的 就要锁定我们郭靖的官方网站啦 对不对 唱片公司也会有宣传 那么呢 还有个问题啦 刚刚其实我会发现到说 你越来越不一样了 第五章专辑 你有你很多自己的想法啦 偶尔学跳舞啦 好 又有经济啦啦队 那么是不是大家又很好奇说 那什么时候要改版啦 什么时候要改版喔 嗯 刚刚有这个网友有提论 那就是要看你知道 如果大家就是看怎么支持咯 然后 越支持的话 我们就 对就是你知道 改版也可以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 哇 好 那个网友们听到了齁 再来 既然讲到这边的话 很多网友也关心改不改版 那是不是签证会的讯息 是不是 不是呢